最近唇线笔不是特别火吗 我就也买回来试一下 我发现唇线笔跟一般的口红搭配起来 就是没有什么亮点 但是我觉得它特别适合 跟这个镜面纯和搭配起来 因为镜面纯和很多姐妹涂 会发现它那个 怎么涂都涂不出来 那种网感的感觉 但用唇线笔勾不一下的话 它那个嘴巴的一个饱满的形状就特别好 前两天有发一个妥好那个视频 很多姐妹都特别喜欢 我给大家试一下 我用的是纳柚的02号色 这个02号色它颜色会稍微比较偏淡一些 所以说我觉得更加适合大多数的唇色 就是我们再上眼 然后这两个边 中间这边画一道横线 就一定要画个横线了 这样子就在自己的两个唇峰之间 如果你没有唇峰的话 你就是往上面画一道横线就行了 这就OK了 看一看 很饶草对不对 拿屁股后面这个刷子 刷一下 往上来印哦 往自己的嘴巴里面印 这就OK了 然后拿一个唇用 我用的是八只小人影系列的07号色 这是你缠研头 因为你刚刚不是已经勾好形了吗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它跑到嘴巴的外面 这个时候呢 不要使劲你用舌指抹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给嘴巴的中间 再比较一下 看到吗 就是嘴巴很饱满 因为很多姐妹如果直接涂唇用的话 它就涂唇用很有层次 然后很饱满的感觉 但用唇线笔勾一下的话 它就是外面有一个封印 相当于把那个边界给你封印住了 所以你随便涂的话 就可以很轻松打到这种很饱满 是不是 然后感觉很嘴巴很多汁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涂界面唇用 加一个唇线笔 反而是节省时间了 就是你不用再拿这个边界去勾压什么的 就完全不需要了 就这样涂一涂 我再加上一些给大家看 上子沉 咱们往中间去 这会先不要抿啊 咱们就拿手给它弄一弄 成膜就OK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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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